2016年奧運主辦權將會今晚深夜揭曉 四個申辦城市都由國家元首和最高領導人 盡最後努力游說拉票 國際奧委會在丹麥哥本哈根開會 輪選2016年奧運主辦城市 四個申辦城市 美國芝加哥 日本東京 巴西里約熱內奴 和西班牙馬德里的代表團 依次聚向國際奧委會委員 作一個鐘頭的最後推介 首先由總統押震的美國芝加哥 奧巴馬和夫人米歇爾先後站台拉票 奧巴馬說芝加哥曾經舉辦世界博覽會 和世界杯等 具備舉辦大型賽事的經驗 有信心芝加哥能夠辦好奧運 我願意你選擇芝加哥 我願意你選擇美國 如果你願意 如果我們走這道路 一起合作 我願意你這道路 我願意你這道路 地球的綠色口號 強調有美好的環境 才可以追逐體育的理想 另外兩個申辦城市 巴西利若熱內勞 和西班牙馬德里 也由國家領導人作最後遊說 國際奧委會百多名委員 會在本港時間今晚11時開始投票 之後大約在凌晨零時30分公佈結果 根據規定 得票率超過五成的城市就當選 如果首輪投票未有城市過半數 就會淘汰得票最少的一個 再進行另一輪投票 直至選出主辦城市為止 無線電視記者黃苑新報道 美國芝加哥和巴西利若熱內勞 都被視為今次新澳的打熱門 他們都希望透過舉辦奧運 提升國家的形象 並且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 芝加哥被提高一線 除了因為奧巴馬效應之外 市內完善的交通網絡 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當局計劃將奧運主場館 設在芝加哥中央公園 並會善用現有多個運動場館 令比賽項目地點更加集中 另外美國一直是國際奧委會 轉播奧運廣告收益最大來源之一 而芝加哥多間電視台 都有意轉播奧運賽事 相信會帶來豐厚的廣告收益 另一個熱門城市巴西利若熱內勞 每年吸引大批遊客到訪 加上至今沒有南美洲國家 主辦過奧運 成為李若熱內勞的主要優勢 由於北京去年曾經主辦奧運 不少評論都認為 國際外委會短期之內 不會將主辦權交給 同屬亞洲的日本東京 而西班牙馬德里 同樣因為2012年奧運 將會在同屬歐洲的英國倫敦舉行 機會也變得稍為失色 各國都增傷主辦奧運 除了因為可以提升國家的形象 也有助刺激就業和經濟 其中北京去年主辦奧運 估計就帶來最少1600萬美元的收益 無線電視記者黃思琦報道